乒乓球在桌上来回穿梭 学生们一个个轮番上阵 接受桌球教练的指导 这次为推广桌球运动 云造运动风气 由南投市公所于今天10日 在县立体育馆 举办的桌球下令营活动 请来知名桌球国手陈居贤 指导学生技巧 南投市体育会桌球委员会 主委蔡元龙 长年以来积极推广桌球运动 也与大家分享桌球的好处 桌球的运动 在整个运动里面是 经费还有场地 还有成员 是最组织 经费是最便宜的 而且这个整个桌球的运动 对我们小孩子的 整个一个运动的神经的发展 是最切实际的 所以我们整个推广桌球运动 桌球下令营今年是第二年举办 共有40位学生参加 让人看到南投孩子的优异实力 先元宋怀玲也期盼家长 多鼓励学生 培养优良的兴趣 我们平和国小的桌球呢 达到全国的第一名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小朋友呢 平常的训练呢 也非常的扎实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陈居贤 国手来教 我相信对小朋友的 这个技艺来讲呢 应该更是突飞猛计 炎炎夏日 小朋友要有一个正当的运动 不要一天让他再买手 在他的电脑桌前面 那对他的小朋友的健康 也不是那么的好 那么怎么样培养 小朋友正当的兴趣 正当的运动 我们家长呢 要多所关心 宋元肯定市公所 举办夏令营的用心 同时感谢国手 陈居贤 细心的指导学生 也期盼夏令营活动 在暑假期间 能够精进孩子的桌球技巧 并带给他们 难忘的暑假回忆 南投市公所 办这个活动呢 对小朋友来讲呢 特别的有意义 那么我们也希望 爱好桌球的小朋友呢 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来到旁边看一下 我们陈居贤国手呢 是怎么样的打桌球 我相信说 对小朋友来讲呢 也是一个兴趣的 一个培养 同时也希望说 小朋友在 那么接触的 老师的指导之下呢 对他们来讲 对他们的球衣来讲呢 也能够更所突破 宋元也希望更多人 一起来接触桌球 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民意新闻请汉文 南投采访报道